我們就一樣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們要把它錄至聚集的話 那你會發現因為這邊有七個欄位 那邊也要錄七次 我覺得太麻煩了 但如果你寫成VBA的話 相對簡單很多 為什麼 因為VBA真的只要一個回圈 加上七行的敘述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動作給全部做完了 所以待會的話 我們乾脆不要錄聚集好了 聚集也許就跳過 因為這地方我覺得還是比較適合寫VBA 而且之後錄製聚集 坦白講大部分地方 除非你那個程式不會寫 不然的話我覺得你乾脆自己寫 會比較直覺一點點 OK 所以後面的話 我們待會兒就是直接把它變成VBA 那首先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考評 一個按鈕叫清除 然後呢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當我按下這個清除的話 可以把這七個欄位的資料 全部清空 OK 那第二個按鈕的話就是再把它恢復 那其實這個前面應該都寫過了 然後考評按下去 又恢復了 有沒有 OK 那基本上的話程式並不多 第一個的話當然 一樣我們先到什麼 開發人員 這個要打開 那第二步的話 因為我要做兩個按鈕 所以要寫兩個SUB 所以第一個SUB的話 我們先寫清楚好了 清楚可能比較簡單 所以第一個的話一樣 切到Video Basic OK 因為經過這一次其中 專題作業的洗禮 應該大部分同學對這個環境都不是不陌生 那其實主要大概是希望你們去動手熟悉它 以後你就不會覺得困難 OK 第二個動作的話就是一樣 插入一個模組 那裡面寫這兩個SUB就可以了 那這兩個SUB怎麼寫 首先的話第一個 當然你可以什麼SUB控一格 然後打個清楚好了 也許我們先做清楚 Enter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寫什麼 還記得吧 反正就是以後有固定還是 先知道一下它的範圍 範圍是for i 等於第三列 所以你就打一個什麼 for i 等於第三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那當然如果你不用追蹤的話 你可以Ctrl向下 它停到40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一個 for i 等於3到40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移到上面按個tail鍵 然後做什麼事呢 清除裡面的資料 清除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地方的話當然就是 B D E到N 所以你可以直接寫一個什麼 Sales DI列 哪一欄 逗典 B欄 所以你就是 如果要把資料清空的話 你就等於沒有資料 就這樣子 OK 然後呢 因為總共會有七個欄位 所以你比較聰明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複製它 然後用貼的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然後分別 把這個欄位名稱 改動一下 B E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再把它改 K L 這邊的話 就是 K L M N OK 這樣的話就清楚 不過我不建議 你現在就直接把它執行 為什麼 因為你執行的話 等一下 你要複製這裡面公司它就不見了 對不對 所以 知道 先把它寫完 先不要執行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產生 烤屏這個按鈕 烤屏其實跟清楚很像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來之後的話 改一下 這邊的話直接改成什麼 烤屏 名稱不能一樣 然後把那個 名稱 把它打上去 然後呢 打錯了 烤屏 好 然後裡面要放什麼 其實很簡單 把那個公式放過來 那我前面講過了 這個公式放過來 有兩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裡面有沒有雙一號 你會發現 名稱好處就是 裡面不會有雙一號 所以 以後我還蠻推薦 各位如果說 你的公式裡面 一個範圍的話 我還蠻推薦 各位用 定義名稱的 非常非常好用 OK 而且尤其是跨那個 不同的工作表的時候 因為跨工作表 前面有工作表名稱 然後呢 又有個驚嘆號 又有個範圍 那太複雜了 如果你用這個定義名稱的話 就沒那麼複的 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複製一下 取消有沒有 貼到這邊來 貼過來 OK 第二步的話呢 看有沒有雙一號 有沒有那個雙一號 沒有 沒有的話就不用取代 第三個的話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列號 比如說A3 那把這個3怎麼樣 改成I嘛 所以雙一號 一到中間 and and 一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把那個A3的3 改成I 改的方式前面都講過 所以這個部分 自己再把它分別完成 OK 就是雙一號兩個 and兩個 中間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OK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再分別把這幾個 通通做完 那就完成 我們剛剛的動作 那你按清除之後的話 那就會 全部呢 就幫我把它清掉 然後資料的話就全部在放上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分別就是把 其實 把哪個呢 其實要不然就是你先把這7個 欄位上面的公式 就是怎麼樣 點這邊然後複製貼過來 點這邊 這上面東西貼過來 不過貼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你游標如果放在這個上面的時候有沒有 選完之後複製嘛 記得要按取消 如果你沒有取消 你就直接去點這個VBA 你會發現 壞掉了對不對 其實不是啦 是按取消就好了 OK 就這樣 它就可以正常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 另外同學問到問題 這個如果不小心關掉的話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檢視裡面就可以把專案總管教叫出來 那它在模組裡面就OK啦 就是這個可能注意一下 然後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就分別把剛剛的這7個欄位的資料 分別怎麼樣 把它貼過來 貼到我這個底下 就是分別貼到B D一直到N欄 分別把這個 這個複製有沒有 貼上面的東西貼到這裡來 然後再來這個 再來就是反正先貼啦 貼完之後再來改好了 那改的話呢 請注意一個原則 就是你看一下 比如像A3有沒有 你就看把3的地方改一下 改的方法 如果上面有改一個 其實你就不用再改了 你就把雙一號到雙一號把它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A3的這個3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沒有看到 本來這邊應該有個A3啦 你就把它一樣 把它旋取起來 貼上去就可以了 OK 那F3的話呢 就把3旋取起來貼上去 然後G3的話也是一樣 看到3貼上去 只要是一個儲存格 然後呢 你就把它 將來這個地方會變動 那你就把它貼 但如果說你不確定說 老師到底哪個地方要貼 哪個地方不要貼 有個方法 就是呢 你可以把游標停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 只要怎麼樣 你點選這個 再點下一個 那你看一下這上面的公式 只要上面是有變動的 那個將來就要變成I 比如說你這個有沒有 這個是3有沒有 那你點下面這個 有沒有發現有幾個地方變動 有沒有 三個嘛 對就是1、2、3 這三個 那這個的話呢 有沒有就兩個 那這個呢 這邊應該有兩個啦 這邊的話呢 只有一個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不會判斷說 哪個地方要改I的話 那你可以這樣點一下嘛 你就知道了 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就 分別用貼的比較快 這邊有沒有3 貼上去 一個 兩個 追3有沒有 那記得哦 這個當然看起來沒有很困難 可是 非常容易做錯 只要你這個地方沒有做錯的話 那以後做起事啦 其實就還蠻輕鬆的 OK 很快事情就可以把它順利的完成了 有沒有 我其實就把它貼 也就是說呢 我剛剛的做法就是 不外乎先把什麼 清除先做完 然後貼過來 再把公式貼上來 把裡面呢 會變動的部分改成I 如果 判斷說 需要改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剛剛講 你可以點選 這個儲存格 跟下一個儲存格 它有變動的地方 那就是要改I的地方 OK 有沒有 現在就這樣吧 OK 只要你小心 僅僅剩一點點 然後最後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再做兩個按鈕 就大功告成 OK 我們來看一下兩個按鈕 這邊沒有 插入 一個按鈕叫烤坪 OK 這邊烤坪 因為我好像寫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所以它出現好像放錯位置了 然後這個的話 就叫烤機 所以指定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烤坪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記得 我是建議你直接把按鈕複製 再貼上 這樣的話兩個按鈕就會一樣大 然後再來按右鍵 重新去指定那個聚集的位置 這樣的話呢 會比較沒問題 OK 那這個就叫清除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樣就OK了 貼上 然後呢 把它清除掉 就OK了 重點來按下去 全部OK了 那 也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 剛剛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在 這個地方 聚集的前面 為什麼會多這個檔案名稱 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呢 我開了兩個e-sale 有沒有 兩個e-sale 所以我剛剛寫 其實理論上我是寫錯位置 有沒有 其實因為我這個是完成的 理論上應該是寫在上面這個才對 這個是完成的 我應該其實應該插入 模組應該是插入到這裡 然後把程式是寫在這邊才對 我把這個 複製過來 貼過來 那也許我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先關掉 不要存檔 OK 然後呢 我們這樣子應該理論上就OK了 有沒有 就是一個模組 所以如果你假設開很多個檔案 切記一下 看一下你是不是放對的那個檔案 否則的話 可能你變成寫到別的檔案去了 將來就沒辦法執行 然後我們來 這樣執行應該 按右鍵重新指定一下 這個應該是清楚 重新指定一下 按右鍵重新再指定到考評 按一下 好 這樣的話就大眼中告成 不過呢 假設 終極目標 我是希望說 這邊有個領主 這邊有個辦事員 這邊有個助理員 假如說這邊有四個工作表 我希望說什麼 一次完成就好了 怎麼樣一次完成 你會發現 其實它可以 假如說你要四個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四個工作表 它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可以先做一個 然後呢 把另外三個呢 把它多選起來 那怎麼多選呢 記得按SHIP鍵 有沒有 然後你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 上面打勾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 等同就是說呢 我可以把公式 複製到另外三個工作表 這邊把它打勾 一個 兩個 等於是打勾七次就對了 先多選 然後再打勾七次 不用重新輸入 不過你想說 老師那你為什麼不直接 這邊快點兩下就可以了 跟各位講一下 取消的話特別注意 請你點這四個以外的 任一個工作表 就可以取消 那我把它切過來 你會發現 這公式有沒有 這三個呢 也會有一樣的公式 那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不點兩下 關鍵來了 如果你點兩下的話 像我們剛剛有沒有 如果我這樣快點兩下 我先做這個 然後把它取消 因為放在零組 看起來好像對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因為呢 它的總列數 跟前一個不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變成你要另外自己來 OK 這裡的話 我們 把剛剛的重點回顧一下 1 請各位就是 把那個VBA先做出來 那多選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1 記得先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分別加上清除 畫面先還給各位